欢迎收看湾区资讯站 我是刘莉莉 在中国农历新年之际 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纪念万事如意 平安喜乐伴随 我们一起来关心近期的湾区资讯 中国年新春期间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推出汉代亡灵新发现文物展 让海外观众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近日召开了记者会 发布迎接中国纪念特展 王林归宝 中国汉代考古新发现相关的消息 该馆将于2月17号到5月28号期间 展出近期出土的珍贵西汉王室藏品100余件 这些文物展品也是首次在美国亮相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在我们建馆的51周年 也就是一个新的开端一年 第一个隆重推出 皇陵贵宝 中国汉代考古新发现大展 文物精美绝伦 那个有玉器 青铜器 精英器 气器 那个体现了汉代文明的鼎盛 本次展出的汉代文物 主要来自2011年发掘的 大云山江都王林和1995年发掘的徐州楚王林 包括陶永 漆器 金银器 铜器 玉器等等 其中 金铝玉衣 玉碧棺材 无烟钢灯 青铜乐器等最新出土的宝藏 尤其引人关注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联合策划 将这批非常罕见的汉代藏品精华呈现出来 用长乐为央 长生无极 和长母相望三大主题 帮助观众了解西汉时期江苏地区宫廷生活 展示汉代宫廷极度丰富的物质生活和非凡的艺术成就 展览有三个特点 首先是筹划时间长 其次是展品精 还有就是故事多 为什么他说他筹划时间长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从开始筹划到最后 现在这个部展前夕 真的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其次是这个展品很精 为什么说它精呢 就是在大云山出土的这些墓葬中 墓葬产品中有一些就是说 极为精美的汉代的工艺品 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包括这个路灯浑身六金 然后艺术形象栩栩如生 还有玉冠 有两千多件玉片贴缀而死 上面丝满了这些就是说 精美的装饰文 另外一个故事多 我们这次展览通过一些 器物可以了解一些古代 就是江都王国的宫廷生活的往事 通过这些发掘品 我们可以拼起这个江都王的 这个后宫的生活 了解这些在皇宫里面的 女性的生活点点滴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看点 很多文物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日前北加州台湾同乡会新春联欢 加州财务长江俊辉专题演讲 邱信福 朱感生 蒲仲晨等华裔官员出席联欢 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于1月21号 在南湾华侨文教中心举办春节联欢大会 不仅由民族舞蹈 乐器 合唱文艺表演和 乡亲抽奖送红包礼物等活动 也邀请到了加州财务长江俊辉进行专题演讲 加州州众议员邱信福 朱感生 以及库伯提诺副市长蒲仲晨等 华裔官员共同出席 活动吸引了将近500位民众参加 江俊辉表示 华裔投身政坛需要克服诸多的障碍 直到今日 仍有许多人将少数族裔的民众 视为次等公民 华裔需要加倍的努力 才能享有同等的生活 在加州 有很多人负担不起住宅 教育 甚至食物 美国社会大众对各族裔的歧视仍有所闻 华裔从政先驱就是希望能够让华裔群众 和美国主流社会相互了解 不论肤色或从哪里来 都有能力 有机会成为领导者 江俊辉也指出 台湾是加州重要的进出口伙伴 有许多共同利益 双方关系必然会持续的成长 他指出 多样性的文化 一直是加州发展的特色与优势 很多华裔移民选择到加州 是因为有很多朋友 家人 以及熟悉的食物跟文化 江俊辉强调 政治是权力的运用 若不尝试起身发声 就容易被边缘化 成为决策者可以决定法律 为弱势族群发声 让法律跟规范更平等 他并呼吁华移民多与他人交流 建立关系 如此一来 才能够有更多元 更充足的资讯 做出更好的决定 日前 湾区四大社团组织 庆祝传统农历新年 迎春联合辉豪活动 书法大师现场辉豪写对联 当场赠送 一笔空心字表演 展现中国文化魅力 为迎接农历新年 增加主流社会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第八届北加州全桥迎春辉豪活动 22号在南湾华侨文教中心举行 多位书法名家 现场辉豪书写春联 并且也举办了 今年新年海报比赛的颁奖典礼 以及灯笼发送等活动 让观众都感受到了 浓浓的过节气氛 这次的活动 由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会联合会 盛河西台湾同乡联谊会 以及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北加州分会等单位联合举办 当天的活动 由跑老头健身大鼓队表演开场 贵宾代表上台辉豪 台下则是有茶道 红包灯笼制作 尸头制作 中国街教学 香包制作 捏捏人 立体剪纸 书签 气球等等 十个文化团位 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孩子参与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 马中林表示 新春辉豪是华人传统的习俗 大家将祈愿祝福写在纸上贴在自家 或是分赠亲朋好友讨吉利 北加迎春辉豪自2009年举办至今 每一年都吸引很多人参与 一方面让侨胞在海外重温年节气氛 另一方面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中华文化 更让大家在新的一年有个吉祥豪彩头 此外 今年海报比赛的颁奖典礼也隆重的举行 各组的前三名得奖同学分别是 小学组刘淑晨 张凯鑫 傅玉亭 中学组张玉亭 方松英 陈田璞 还有高中组的马靖佳 谭凯颖和李宝山 以上就是本周的湾区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紧张忙碌的生活中 您需要最精简的讯息 混沌不明的事举下 您需要最犀利的分析 冷淡疏离的范围里 您需要最温馨的故事 优势频道 全美唯一 华人非盈利 全方位生活频道 邀请您与我们 共同打造最优质的中文生活和公益节目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